好的,我们今天上一个教程啊 也就是我们用怎样的方法使更少的线能够达到边缘又美又省线的又好吃这样的效果呢 我翻了一下这个杂志里边啊,选了一种花纹 而且非常简单,而且出来的效果也非常棒 如果大家按照我说的这方法,你完成了这个披肩 你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拍下来,给我看一眼,让我分享你的喜悦啊 我们要给它织什么?曼陀罗花纹织法非常非常的简洁 而且简单到让你难以想象 就是由正针反针加针减针来形成的 诶,这个图片哪儿去了呢? 这个 看黑白的能看清吗?近一点看 看着了吗?而且它还有这样的孔洞 好,它是怎样完成的呢?首先来说啊,我们挑完针以后 同学们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可不用挑特别多的针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花纹的超级张针 它靠的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疯狂加针形成的 这种边缘非常好看的效果 我们原款的这个绣边呢,一共给它挑出来,一共起了是85帧,对不对? 你要挑支的话啊,挑支的话,可千万不要超过60帧 应该在60帧以内,60到50帧之间 明白了吗?这样它的密度相对来讲呢,跟这一块啊,更加的均匀啊,也非常的好看 大家看啊,我给大家重新设计了一下,原款呢是65帧的曼头头帧,中间相隔的是两帧反帧啊 大家把这张图先截下来 好了,它是从下向上织的,我给大家建议是从上往下织,明白了吗? 也就是中间的这位置啊,大家现在拿图就画一下 拿笔写一下,写一张纸上啊 中间你把这位置改成三帧反帧和五帧正帧,这样的一个差别啊 这样整体给人感觉更往外乍着,效果更好 你是从上往下来的啊 你的每一个单元花都是由一帧正帧三帆,一帧正三帆,一帧正三帆 一共是四帧是一个完整单元花 如果你要挑60帧的话啊,是刚刚好的,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花纹必须是四个倍数 你所有的帧数啊,要是四个倍数才可以 好了,按照我给你的建议啊 你是一帧正帧,三帧反帧,这样往下走 你第一行是这样织的啊 你第二行也是一帧正帧,三帧反帧 这样织,然后到第三行开始,你要怎样啊 你在这一帧正帧的基础上要给它左右各 在一帧的正帧的左右各加一帧啊 形成三帧了,这是这一行 下一行紧接着 在你,你三帧的左右再各加一帧,形成五帧 注意,你整个加帧的过程都只是在加谁呢? 哎呦,sorry,咱们没看清哈 也就是你整个加帧的过程啊 都只是在跟正帧的这个位置 在做文章 别的数根本你就没有涉及到 反正这块不用碰,明白了吗? 好,给大家再详细的讲一下啊 你看 你的这六十帧啊 一定要是一帧正帧三帆 一帧正三帆,一帧正三帆 这是第一行啊 第二行还是这样凑 第二行不吧,第二行这样吧 第二行开始啊,就是一帧正帧的左右各加一帧 就形成三帧了,明白了吗? 然后你再下一帧的时候 在三帧的第一和第三帧的左右再各加一帧 然后形成五帧正帧 三帧反,五帧三帧 一直在向下支 明白了吗? 而且曼陀罗的长度 可以完全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控制的 大家把张图纸截着啊 注意了要从上往下来编织的啊 从上向下来编织的 好了,也就是说啊 它的长短完全靠你自己的控制 看到了吗? 啊,你可以给它支的长一些或者短一些 完全依赖于你自己剩的毛线多少 大家记住了吗? 啊,整个的过程啊 长度可以随意控制 你看你支短一点也好看 支长一点也好看 好,唯独对大家的 嘱咐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收平边 啊,不要收机器边啊 万万不能收机器边 那就不好看了 而且平边不要收太紧,收得松一点 明白了吗? 啊,这样你的那个边缘啊,就美得不要不要的了 哈哈哈,你看我给大家建议这边啊,你挑六十针就已经足足够了啊 这边是六十针,那么这一块呢 你看它们之间是一个倍数的关系 你如果这儿啊,挑六十针的话啊 那么你这位置多少? 一百八十针 跟它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啊,整体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赞 好了,这款作品给大家顺便要讲了一个啊 拓展延伸的 关于设计的这一块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想拿这款啊 作为一个设计来跟大家讲 就有一个命题在这儿 就一斤线 让你知一件有创意的衣服 就用刚刚这个方法,你就能够值得很好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觉得整个教程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帮助 请帮忙点赞 感谢各位